好 相关话题马上来联系本台特约评论员 腾建群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 您好 腾先生 你好 主持人 腾先生我们看到美方近期连续派遣战机 到俄罗斯飞地附近 演练模拟轰炸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基地 那么同时也看到北约还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新艇 靠了六艘来自各国的舰艇 所以在您看来美国和北约在俄罗斯西线增强力量 是想向俄罗斯成立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应该是美国带着北约继续向俄罗斯压的延续 因为我们都知道 2014年之后 由于克里米尼亚并入了俄罗斯的版图 所以北约在美国带领下 不断地向俄罗斯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等方面的围堵和打压 所以从军事上来看的话 在俄罗斯西线实际上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在波罗的海方向 那么另外一个是在黑海方向 这两个方向应该说是俄罗斯的软腹部 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2017年特朗普总统提出来大国竞争战略 那么它的国家战略发生调整之后 军方也频频出动 我们看到包括前不久 6架B-52战略轰炸机 已经转场到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 在这个地区担任战略值班任务 所以从美国方向来说的话 它必须要把俄罗斯打造成一个天然的对手 这样的话它在国内可以把大量纳税人的钱 用于军费开支 另外在欧洲我们也看到 由于有了所谓的俄罗斯天然的威胁和挑战 那么它可以控制北约 它可以把地区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但是我们看到欧洲也并不是铁满一块 包括德国目前来说的话 还继续跟俄罗斯包括进行天然气方面的合作 那么新欧洲像波兰像捷克这些国家 倒显得非常积极地配合美国在欧洲地区的这种军事演习军事部署 比方说去年我们看到波兰总统杜达访问华盛顿的时候 公开的提出来要自己掏钱为美军在波兰驻扎 提供一个大型的军事基地 而且命名就是特朗普总统 这个名字命名叫特朗普保 所以这一切应该说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的较力 应该说会愈演愈烈 但是插枪走火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毕竟双方都在做一种姿态 实际上是一种猫和老鼠的游戏